還有一個爆料 是不是有人已經確定 一定要選呢 詹森朱學衡 我們先來看 他其實地方上有一些聲音 他們比較聽得到 他說有網友陳情 一家四口都確診 太太跟孩子都有症狀 結果說排隊排了 兩個小時買了五支快篩 小朋友連續都在發高燒 然後又咳又吐的 他們嚇得 趕快送台大掛急診 他痛批政府說 我知道要共存 我也知道我會染疫 只是不知道這麼快 那媒體人逆風的烏鴉就表示了 陳時中失言的頻率最近很高 高到很怪 他說會不會是想要 藉由這些失言脫身去選市長呢 好 我們來看到 名嘴們的這些質疑 他說確切時間點 可能會是在某個失言 引來大反彈之後 怒辭衛福部長 會不會有這個劇本出現呢 他說原因是 這樣多少還可以創造一些 悲劇英雄 好像被迫害這樣的聲量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是主張 先前不是就說 快篩羊要試同確診 結果呢 就被前副總統陳建仁嗆 不懂流行病學 回去好好讀書 好 針對這一點呢 其實啊 媒體人也做了一個分析 認為說 認為說這是陳敏鳳大爆料 他說陳建仁非常適合出來接指揮中心指揮官 因為只有他可以讓柯文哲閉嘴 他甚至脫口表示陳時中確定要選 他說這是民進黨立委羅志正講的 好 那陳時中是不是真的又要出來選呢 網友就評論 防疫無能害台灣 年底民進黨大敗 現在的陳時中負面聲量很高 蘇貞昌認為這是有心人在操弄 操弄選舉要抹黑陳時中 至於小英呢 覺得陳時中防疫成績很好 這執政三巨頭底下 我們的防疫 你真的覺得好嗎 剛剛看到這個案例 一家都確診 還要排隊排這麼久 陳時中原本呢 的確他也被視為是台北市長 熱門人選 有人說會不會可能是民進黨的黑馬 但是現在呢 種種的民調來看 最新的網路大數據 陳時中的負面聲量 在這一個禮拜 快篩之亂的這一個禮拜 暴增56% 行政院長蘇貞昌呢 他又再次的對外 幫陳時中打氣加油 認為呢 外界不要再去操弄抹黑陳時中 但網友認為呢 台灣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就是呢 防疫無能 所以才害慘了台灣人 也有人說 年底一定會讓民進黨大敗 那現在呢 朱學恒又說了 這哪是我們玩元宇宙的總統啊 說插話的行政院長永遠不缺快篩 以為感冒要吃抗生素的防疫指揮官可以 哪是防疫指揮官可以理解的 完全不清楚 不過主要是因為在昨天上電視的過程當中 某位資深媒體人被問到是不是確定參選 那因為剛好我坐在旁邊嘛 所以他開玩笑講說是我說的 事實上我並沒有跟他說過 陳時中參選 甚至所謂的參選的時機 所以這是一個玩笑話 沒想到大家都當真 把他當作一回事 現在大家先不談選舉 因為這段時間剛好是疫情的最高峰要到來 所以大家所關心的議題 應該還是放在整個這個疫情的控制 尤其作為指揮官 我希望大家不要去干擾他 給他太多的這個政治的一個壓力 讓他專心的去處理疫情 到目前為止 黨內應該還沒有正式去討論 這個台北的一個人選 那不管怎麼樣 我相信大家現在這個階段 最關心還是整個疫情的控制 所以我相信民眾也期待 疫情趕快過去 所以我們不要給他太多的這個壓力 跟政治的干擾 讓他專心的處理疫情 這才是全民之福 所以應該也聽到很多台北市議員 對他的一些 陳情跟希望的一些聲音 所以我認為這就是私底下 他內心的一個希望的人選 這並不代表我們選對 我們的所有相關的 縣市首長的提名 就稍微緩一下 讓我們的疫情有一些 這個緩降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討論 沒有聽到這種傳聞 那當然就是說 他選不選或選哪裡 他自己心裡也會有一個決定 然後最後可以提名的總統 我想他們應該都有談過 不管他選什麼 當然我們也會樂觀其成 我想我們不要說去曲解說 他是為了自己要選舉 而改變一些防疫政策 這樣子的思想其實就不恰當 的確小英在做什麼 總統蔡英文今天早上 邀請了賴清德 陳建仁 還有新政院的蘇貞昌 還有陳時中 好 就當前疫情的趨勢 預判等等 好 各方面來延商 那總統府發言人會後表示 蔡英文在防疫當中 指示了三大防疫原則 那分別是 第一要增設北北基桃優先的 大型篩檢站 第二要持續簡化 民眾確診民眾看診的流程跟時程 然後要提升領藥的方便性 再來第三點 就是要持續增購藥物 以及快篩試劑等防疫物資 好 這是蔡英文今天早上下的 最新的指示 好 再來回來聊天室 要跟大家互動了 蔡英文就職將至520 馬上又要到了 每次到5月我就不會想到520 就一直想到要繳稅的這件事情 好 國民黨在今天智庫 召開了一個叫做520蔡政府施政 總檢討民調發布會 總統蔡 結果蔡政府執政 來 代表字 出現了兩個字 就是旁邊的亂跟缺 兩個字 好 分別我們來看一下 亂 因為815跳電之亂 雞蛋之亂 衛生紙之亂 口罩之亂 快篩之亂 雖然民眾生活也是亂糟糟 再來蔡政府執政 還有一個代表字叫做缺 缺衛生紙 缺口罩 缺疫苗 現在又缺壞篩 缺蛋 缺電 好 反正這今天兩個代表字 那再來呢 聊天室跟大家互動 你覺得蔡英文 蔡政府的代表字 還有什麼呢 來聊天室 加1告訴我 你覺得代表字應該是什麼呢 那網路聲量呢 蔡政府的十大之亂 包含剛剛還講的這些之外 還有呢 空污啦 振興卷之亂 口服藥之亂 再來呢 缺的部分 我們還缺什麼 缺好空氣 缺振 振興 現金 缺衛生紙 缺口服藥 這些都是我們現在所面臨的狀況 但是呢 最近啊 有 到底政府有沒有超前部署 讓大家質疑 那現在呢 新北市議員 你參選人董俊良呢 他就開車到行政院去抗議 要求蘇貞昌大發慈悲 應該要自己下台 如果政府的預算 可以這樣子讓陳時中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疾管制人員 能夠盡行所謂的 全台灣人民的大補塞 今天 就不會大大發啦 你只說沒有找到病源 沒有找到這個這個源頭 這個是藉口 這也是一場騙局 我不知道 管道啊 蘇貞昌本庁你只要在那裡 你只要在那裡 我拜託你 請你大發主題啊 大發慈悲 為了台灣兩千三百萬同胞 來大發慈悲 開放篩計啦 根據昨天的世界的確診的 國家的排名 台灣現在第一名 確診人口數最高 補完人口數的比例 也遠高於美國 澳洲 日本 包括南韓 請問你這樣的執政的成績 你這樣的皇帝計畫 你還有圓面可以做下去嗎 我們只是要告訴蘇貞昌本庁 你現在是陰庁喔 拜託你 你的台灣人民的四名才善 拜託你 廣開你的智慧 打開你的智慧 不要再猶豫啦 把陳時中換掉 各位把陳時中換掉好不好 好 陳時中下台 陳時中下台 前行政院的南部服務中心的 執行長陳正文 說在去年七月的時候 他捲入這個 牡丹灣Villa的群聚聚餐 當時呢 屏東縣府不是開罰十萬嗎 他就說請辭然後提出訴願 那衛福部指出呢 全案因為沒有直接的證據 結果最後是撤銷處分 在黨立委就怒轟 難道真的是有關係就沒關係嗎 高官就可以不顧人民的恐懼 強迫服務人員在疫情期間 冒著染疫的風險 為高官服務嗎 看從這個疫情開始以來 很多民眾就是 譬如說我也記得有打麻將 還有很多怎樣就是一點 就是那時候去年 去年那個時候 比較緊張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戒慎恐懼 因為稍有不慎就會被處罰 當然會被抓 也會被糾正 因為很多人會選舉 然後就會被處罰 蔡政府充分的演繹了 充分的告訴大家 的確在民進黨的執政下 有關係就是沒關係 沒關係你才會有關係 那事情爆發之後呢 屏東縣政府依法處理 陳振文與庶民同罪 沒有想到衛福部竟然說 無從證明而來撤銷 這樣的一個處罰 這是衛福部 只要碰到特權就轉彎嗎 去年陳振文 在三級警戒的期間 帶了這麼多人到高級的VR 去飲酒作樂的一個照片 這麼的清楚 這麼明確的市政 衛福部竟然可以說 無從市政 他們的眼睛是瞎了嗎 這些高官可以不顧人民的恐懼 強迫服務人員在疫情期間 冒著染疫的風險 為高官服務 這是什麼樣的證物 這是什麼樣的心態 所以這個就有幾分證據做幾分裁罰 但是他的政治代價已經付出來了 這個藍營的朋友如果他們違規 然後他們認為說 好像你對我開罰 你不是很有道理 他們也可以去衛福部去申付 那就像柯文哲市長 他也是脫口罩唱歌 全台灣唱透透 該罰就罰 他認為不對他就不要 他就去申付就好了 但是每個人都有權益 也不能因為他是哪一個政黨的 什麼樣的職務 他就沒有申付的權益 睡不好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